新車資訊 又來到我們最新一集的新車資訊 雖然已經人家上光了 我們速度真的很慢 我們也不是新車車評對不對 我們這是多做的再強調一次 有些人說小吃你都沒去 就在那邊講一講來啦 就騙流量 你不要看 你不想看 不喜歡看不要看 因為我們是二手車商 那我們這個又多派了一個人員 去現場跑 我們的速度也不會快 那我也沒有辦法每一場跑 因為我們是沒有任何預算的 你要想很多車沒這樣跑是 對不對 有怎樣有怎樣 懂得就懂 對懂得就懂 那這個9代日本進口 Camry 有HEV 插電了是不是 不行 我是在想它是可能跟Alpha同一個系統 那就是跟之前的油電系統是一樣的啦 沒有插電 沒有個P啦 有個P的話就是可以插的對不對 首先呢 有沒有請阿妹啊 剛開始那個 就是那個穿裙子這個 就這個阿妹啊 撐拳場喔 嗯 哇 預算越來低了耶 有沒有那個 參加獎 公關禮這什麼 Camry 不鏽鋼保溫品 來看一下 上次是悲劇 這次是保溫品 沒有啦 悲劇是那個 BB4S 哎呦 有寫一個Camry 有公關品 一個妹 好不好 這我們每一集都要問一下的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的Camry 日本進口的Camry 來來 你說這個 哇 美北 外國人是不是 嘿 哇 可以嗎 我放了30秒 哦 你故意放那麼久對不對 來不及了 來不及 你在動態放就好了 你在那邊放 人家真的真的竟然是想要看車子 OKOK 好啦 王者在線 日本進口 荷泰 汽車發表 全新第九代Camry 1980年開始第一代 100個國家銷售 2200萬台的全球銷售 22年中大型房車 No.1 34.7萬 再台銷售量 哦 我們店裡就不知道有幾台了 我們有挖工 我們有雙門的 我們還有再更舊一代的挖工 新款的我們有很多 全新動感13外觀 高級座舱子 你看豪華舒適的工作宇 T5代油電系統 TSS 3.0 然後最高40項組備的安全面 就差不多 現在大概都這樣 採雙動力 跟四個車型的設定 汽油兩種 豪華旗艦 Hybrid的有尊絕旗艦 那是旗艦比較高級 還是尊絕比較高級 旗艦是比較高級 所以兩個旗艦 汽油旗艦跟Hybrid旗艦 都是比較高級 所以有四個車型可以選 外觀 採用全新家族的設計 啊我知道啊 這個車頭就很像那時候 Prius 5的那個車頭 就類似是這樣 Cronaut是有點這樣 也有點這樣 對不對 差不多是這樣 前面下面就是一個 這個T型的一個大王子嘛 還有兩邊一個進氣壩嘛 那燈就變成這個叫什麼 C型嗎 內雙C 內雙C啊 外山C 便宜內雙C 這個車頭剛開始看蠻帥的 啊現在 看久有點膩 我最不推崇家族式的設計 真的一個賣 全家族都賣 你知道意思嗎 不是啊 要個特別的嘛 拍張賣出好順啊 我講了很多次了 以前的那個雙B 為了要Cost down都 Cost down 有Cost down 都是用家族啊 是不是有Cost down嗎 我這 反正現在誰不Cost down 車頭都一樣 你從後照鏡看的話 看不出這是三系列四系列 現在漸漸他們已經不這樣幹了 現在BMW的車頭 是不是每個系列都改成不一樣了 結果現在 日本人又走回這條路 還是BMW他們比較前面 我是不想這樣講啊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 人家已經拋棄這個做法 結果你現在來做這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家族設計是拼很大 有啦 爽是爽到那個比較低階的 你花比較少錢 有跟比較貴的車 長得一樣的效果 不是 就真的不輸 因為長一樣怎麼會輸 對不對 你買1系列長得像7系列車頭很爽啊 但7系列不爽啊 還有類似這種感覺啊 這個叫做C字型LED頭燈組 有啦 但這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做成一個矽長型水槍護照 然後它的引擎蓋上面有四條折線 中央稍微隆起這樣看起來是這樣 這個很像那個以前的那個 WISH 的那個大鋼牙 喔有耶 有一點那種感覺 哇這個霧燈 有一點像家裡裝潢 砍在天花板裡的那個頭色燈 軌道燈嗎 箱在裡面的也有啊 類似有沒有 感覺這個蓋子 我是因為照片啊 是遠遠看的感覺啊 然後你看喔 TOYOTA的車 最常做的一點就是 你看這個側面 你每次從側面看TOYOTA的車 它的輪框的比例都特別小 TOYOTA的習慣性少人家1吋 假設這個車適合19處 它就只裝18 它不會裝19 你放心 還是要讓人家經濟時候 以前大都14吋的時候 Vios 13吋 13吋跟現在機車差不多 以前就是這樣啊 然後ARTIS的時候 大家同級都已經在裝15吋 它在裝14吋 永遠都慢人家1吋就對了啦 所以它們真的是 非常會計算成本 也難怪嘛 賺那麼多錢 合情合理吧 旗艦有18吋的雙色鞋 你看19吋它就裝18吋 你看喔 現在跟它一樣的同級車 吋速絕對不會比較小 所以同級車有誰 它同級車有什麼 阿扣 阿扣沒出啦 阿扣媽媽沒出啦 那好像已經沒有什麼 馬六 馬六好像也沒出啦 2023年才有馬六 人家2023年的馬六就19吋了 同級車吧 你看它裝18 會不會糊爛 都日本進口的嘛 對啊 我跟你講 這從以前他們的 做車習慣就是這樣 然後說我好省油 你乾脆裝14吋的更省油 你把腳踏車的那個輪胎裝上去 哇 超省油 幾乎不用油 一開就滾出去了 真的啦 說TOYOTA很省油 它就是從這些地方弄 就省油了 欸 還有17吋的喔 第一階那個 前面一個等級 哇 那更難看耶 你這麼大一個車 然後兩個小輪胎在那邊 視覺上真的就不好 但是呢 它17吋銀色多幅 這個我喜歡 我喜歡這種細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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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阿扣拿 我講過很多次 很難洗的那個 愛懂那阿扣拿在洗的時候 一直邊洗邊嚼 太多縫了你知道嗎 那呂軒我是喜歡17吋這一組 尾燈也是那雙C 尾燈有沒有LED 有 全部 方向燈也是 最初階的不是 最初階全乳素 也沒有全乳素 小燈 喔 白色 喔 我想說我 跟阿扣大吃虛的那台PCE 那我們去送那台也白的嘛 重點你看喔 這冰LV的喔 哈哈 重點是這樣 啊 旁邊冰LV的喔 尾燈還不錯 但是它這個把它連起來更帥會不會 欸 我們上次改那個尾燈超帥好不好 八代的 對啊 它每次開回來 每個人看到那個尾燈 看這尾燈真是太直的 太帥 不會啊 我覺得尾燈質感還不錯 有幾種顏色 金耀桶 極光銀 柏鑽白 極限紅 尊絕黑 我覺得他們取這個真的是 也要想很久耶 就跟你們在想那個噴霧劑的口味一樣 那個名稱取完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味道 所以要像上次MG一樣那個塵 不要什麼巴黎塵喔 下次我們就弄一個檳榔塵 不錯喔 好 繼續 有銀粉喔 黑色有銀粉就對了 哇 你拍很細耶 蠻漂亮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燈光打下來 燈光打那麼漂亮一些 你知道光線很重要嗎 網美都是在看打光的 你不曉得 車身尺碼4920 加35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比前一代增加了 比前一代長3.5公分 那等於是沒什麼長 其實它本來就很長 4920其實就很長 好像比奧德賽還長 你這樣看起來你直覺奧德賽比較長對不對 對啊 4845有沒有看到 真的耶 4920耶 長快10公分耶 你想像的到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會以為奧德賽比較大對不對 CAMMI就是比較長 CAMMI本來就是大型房 車寬1840 車高1445 軸距2825 奧德賽軸距29 你看它雖然車比較短 但它軸距比較大 所以它空間就大了 這個就是那個公射比比較小的 這個公射比稍微大一點點 內裝來來來來來來來 這個韓多如 現在這個TOYOTA新一代 都變成這種T型的方向盤 這個握把粗哦 粗粗粗粗 我這樣看就知道粗了 看這個比例就知道了 然後下面這三輔式下面做個框框嘛 右邊這裡有個跟車 跟那個資訊幕調整 然後這個是液晶 這是全液晶 然後中央 這蠻大的耶 12.3吋 那這個應該有11點多 也是12.3 兩個12.3是不是 欸這個是什麼 一條一條就是 就一個四板 拖浪四板 它連到那個 冷氣出風口就很像是一體式 風風相連到天邊 我剛剛想說那麼大的出風口 就不是就裝飾就對了啦 裝飾有點像那個喜美 喜美比較好看我認真講 因為它做比較細嘛 這樣一整排嘛 只是那個材質做網格狀 我講好像看起來難清嘛 裡面有垃圾吧 不知道怎麼清 用風槍吹之類的 然後排檔桿 也就這樣嘛 杯架兩個 欸好像就差不多很 很TOYOTA的感覺 然後這一次的出風 越來越下面了 水應該差不多倒閉了 現在的車子越坐越低 我覺得那個風都不太好調 冷空氣是會下沉的 喔對 所以你又坐低 一吹吹就下沉 啊還是以後要坐上面 所以上面比較好啊 要不然為什麼冷氣都要坐上面 你冷氣為什麼不裝 裝在你側面 對啊就是要讓它掉下來 要坐在那個握把上面 可以啊 讓它吹到頭痛 好三浮四方法 最初階是軟質 其餘都是真皮的 旗艦板 你也有電動 喔電動調整的方向盤 這麼屌喔 一吹雷克薩斯加五的 欸它好像CAMBERRY第一次引進這個 前CAMBERRY不管多高階都沒有 我記得是沒有 下放一點 下放 本來就會是不給 哈哈哈哈 就是想到了 想到了 好一點點小牛肉 小肉渣 其實我不太在意這個東西 我覺得調好我就不會動 有些是為了配合什麼 迎賓模式 下車好下車上車好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 通常有電動應該就會有 要不然它做電動意義不大 99調一次而已啊對不對 另外兩個版本是7吋數位儀表 這個是12.3 喔儀表版等級低的還會縮小喔 它是中間是那個螢幕 然後旁邊是 啊我知道旁邊是兩個假的 喔這看起來單調很多 不過也蠻簡潔的 好啦那基本上內裝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太新的東西 就偏保守啦我覺得 沒有比較覺得看起來很新潮的 喔這個就是電動方向盤的蓋關 怎麼樣下方按鈕都沒偷是怎樣 喔你意思是說沒有空白鍵被蓋起來了就對了 什麼東西 啊電動後遮陽簾嘛 儀表版的燈光調整嘛 這個是攝影機嘛 啊循環關掉 自動大燈 這個是最假的一個按鈕 因為自動大燈通常你坐在轉的那裡就好 就要讓你看我沒有缺啊 還是霧燈這是自動霧燈 可是它圖示感很像自動 欸自動遠光燈 自動遠光燈打開 喔有可能喔因為它是四條線對不對 我想說自動大燈應該是坐在切換的左手那邊啊 這個大燈的高低調整 水平調整 然後下面就是後車廂開關跟加油的開關 也要這裡偷一個東西 啊這是什麼 沒有騙你的 這應該是要拆方向盤 要把這先挖起來 螺絲在裡面 齊剑兩個版本座椅是高級皮質 什麼叫高級皮質 豪華皮 來來來高級皮質跟豪華皮質差在哪裡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它上面寫的 真皮就真皮 假皮就假皮 半真半假 一真一假 我覺得應該 稍微高級的合成皮 跟基本的合成皮吧 應該沒有真皮 真皮它就寫真皮了啦 啊對 你還搞不懂車商的套路嗎 如果它是真皮 它會寫高級皮質 它一定跟你講真皮 所以它這樣講一定是合成皮 我這樣推斷應該合理吧 所以就稍微高級的皮 跟稍微豪華的皮 那到底是高級的皮好 還是豪華的皮好 好啦 只要坐起來舒服都是好皮 前座八項電動條 只有駕駛座吧 它分等級的 最初階的沒有 汽油最初階的 兩個旗艦版都有 最高階的是兩邊 都是八項調整 要不然汽油的旗艦是什麼 汽油的旗艦 附加是四項 哇這樣子也可以 如果頂級的就是 雙前座八項 旗艦的兩個版本 哦通風座椅了 所以就汽油旗艦 跟Hypergy旗艦都通風 前座有兩個Type-C的供電 跟一個資料傳輸的 它這次蠻酷的 它Apple CarPlay是無線的 但Android Auto是有線的 哦 只有跟Apple買而已 還是有統計那個 開Toyota都用Apple的 我不知道 統計說 不是開Toyota都是三寶 是三寶剛好都開Toyota 你的感覺啊 意思是這樣 類似這種感覺 我沒有這種說 上面 這看起來就沒有那個廁所燈了 室內按鍵設計比較傳統 但全車都是LED 這裡面是LED 對嘛 這是沒多少錢 NO 頂鋒是黑的哦 黑頂鋒 早就該做黑頂鋒了 我就說了 頂鋒就做黑的就對了 懂消費者要什麼對不對 中傳部分 Camero應該是蠻高的啦 它後面應該有凸起對不對 有 然後後面有兩個Type-C 跟後座觸控口 中傳都做蠻高的 那種以前就這樣 它也沒有試傳 為什麼它這個 它就車體設計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都這樣 看到怎麼編排 誒這個是中央扶手嗎 有按鈕是不是 有螢幕耶 它被按到都指紋耶 扶手有這個空調控制系統 就是控制後座的嘛 所以後座也有通風椅 沒有通風椅 它是控制它椅背的調整 椅背的傾斜 兩邊都是獨立以控制的 就前跟後而已 椅背的前跟後 還是只有挺跟更挺 那你怎麼定義啊 有的是挺跟更挺 它不是倒喔 你懂我意思嗎 它的調整是可以調整挺跟更挺 扶手專屬風調 不錯啦 這個杯架是這樣折開的 可以啦 這個以前我記得LS 我們在買LS的時候 比較高級的車它就會設計 後面的扶手會有一些可以控制的東西 其餘版本就是杯架而已 沒有控制面板 可獨立調整椅背的角度 後座冷氣的風量 跟中控螢幕主機的播放 你可以去控制前面的歌就對了 聲音也可以 然後後面是電動這樣 後扶手也可以關這兩連 開關這兩連 剛剛我們看 如果駕駛座就是左邊方向盤下面 開的蠻快的 它做這個隱藏室 原本就有做一個遮陽連在裡面 固定式的 動力規格 汽油的話171匹 還不易186匹 最大扭力20.7 跟22.5 它這還不易其實都多一點點 前途驅動 油耗就有差了 油耗一個是16.3 一個是25.3 但稅金你看又是一個2500的稅金 我這個什麼 廣告 哇 公國 哇 公國人用外國人 外國人 你看這個輪子很厚 屁股有沒有翹 你看那個輪 輪弧跟輪胎的距離 你自己看 你看那屁股有沒有特別翹 你看前面沒有 前面蠻低的 你看很明顯 它這個線 底部這個線是往上走的 你看這邊離這邊高度那麼遠 這邊離這邊高度那麼近 屁股特別翹 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就是 不太喜歡 不會啦 那時候我會改個輪框就好了 對不對 講真的 它用這個紅色這樣車面看 我一看我發現那種馬自達的計時感 看起來有點馬六感 車頭就是它的感覺 黑色的 黑色的也不錯 後面它用頂級的 後面 不用坐安全座椅是不是 超過年紀了 超過年紀 你覺得很棒嗎 全部都點贏 來來來來 價錢 2.0最便宜的 98.5 那2.0的旗艦 110.9 2.5的油電尊學 110.9 2.5的油電旗艦 是125萬 所以最貴是125萬 那你覺得便宜嗎 我現在已經沒有概念了 有點不知道 到底怎樣算便宜 哇 你看 這是不是廖老大你說 廖老大 每次出席TOYOTA都穿到這樣 你有感覺嗎 很華麗喔 他TOYOTA都穿得特別有誠意 剛剛好啦 剛剛好 人家只是剛好 哇 為什麼你老是只會拍他 你都不拍別人 很顯眼啦 很認真 他比較認真 別人都不認真 別的女主播都不太認真 當然很認真 他超認真 所以你就很容易拍他啦 這一次透過外觀跟內裝的升級 是否贏啊 小黃換車草 哎喲 你是不是在臭 不是啊 因為小黃現在好像比較多用那個CC CC或RAPPO 油電車嘛 對對對 不可能啦 那麼貴耶 那買這個油電尊訣版可不可以當那個尊榮UBER 要不然你看尊榮很多用ES200 內設是ES200啊 這個應該就比那個便宜一點點 便宜很多喔 很便宜一點點 那個動輒要170萬耶 買回來開UBER不多啊算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9代CAMERY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你們會想買嗎 如果買的話 你們會想買哪一個等級 你覺得哪一個等級比較吸引你 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類似的新車的發表會的參考影片 也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可以想要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就繼續讓丹尼作戰到前線去 好 我這樣慢慢訓練他 不要只會拍車子 對不對 現在有料老大了 不要再拍料 好朋友啊 好朋友 有沒有新貨色啦 觀眾朋友都會私訊傳給我說丹尼必須要換人 要追蹤我們IG跟粉絲頁 FB的粉絲頁 丹尼有在現場第一時間傳回來的一些動態啊 美女啊 跟美女啊 都會第一時間傳在我們的動態上面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 掰掰 掰掰